哈喽,我是地哥 原本打算今天要离开的 去西藏的 但是现在身体突发情况 不舒服也走不了 因为我不想拿小朋友的事情去开玩笑 这两天吧 还是在这边休整一下 然后我也要把车里的东西再要弄一下 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 本来是今天要去吉木做保养的 但是我怕路上出现意外状况 因为我现在的身体不允许我开车 那我就今天就什么事也不干了 不会 这边如果说想要买菜什么的话 是很方便的 可以美团上可以点外卖 然后再拿回来自己做 也是完成可以的 所以这方面我就不会再担心了 然后这边也有卫生间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最近也收到消息说 可能我们那边也要解封 如果是真的的话 就是可能我也去不了西藏 就一路直接回家了 毕竟走了这么久了 也是时候回去了 如果说还是解封不了的话 我要得买一点氧气瓶什么的 因为小朋友也是第一次进账嘛 我得准备一下 去年我是准备了自己是没用上 但愿这次也用不上吧 还有就是 如果昨天呢把窗帘也给换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在车内开灯的话 在外面还是能看到影着 还有就是今天还要把ETC弄一下 因为这个是原来车主的 如果说走高速的话 费用是扣在他那边的 所以今天先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他就没用了 还有一个就是行车记录仪 等一下去网上看看哪一个好 准备也换一下 因为这个也已经被咬坏了 还有就是我想我想把床的那个充电的换一下 因为在那边的话就是不好充电 这些事情都要弄一下 还有就是我在考虑要不要换轮胎 因为前车因为我要去西藏嘛 去西藏的话我在想要不要把轮胎也换了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换轮胎呢我是不想就是出什么差的 所以还是换的比较好 然后今天我就拍拍日常干干活 本来是早上今天出发之前是要去趟超市 给小朋友买拖鞋啊什么的 因为身体的原因嘛 都出发了还不顺心 今天是磕我的吗 应该不像吧 也好趁这两天正好陪陪小朋友 然后跟他在这里拍拍日常什么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正好也在想想我还要贴一些什么 补一些什么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